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封去很简单 球面 球域 X比方加Y比方加Z比方 小于等于R比方 是个球了 那么当然很容易你想象 这题目就是要用球面坐标来做了 但是如果直接做的话呢 去是很好的 去非常好 既然你是一个完整的球 那么半径呢 显而易见 螺是从0到大2 在5 从0到π θ呢 当然也很简单 既然是个完整的球 各个方向都是等价的 所以θ显然必须从0到2π 0到2π 所以这三个接风线很好 都是常数 0到大2 0到π 0到2π 非常好 但是呢 贝奇函数不是特别好 x-a的阔弧平方 那么这个函数有没有既有性呢 看一看 这个题呢 当然我们也不用画图了 球面我们非常熟悉 对吧 i等于谁呢 我们就看看贝奇函数 对吧 Omega x 这个x-a的阔弧平方 咱们把它展开 好 那现在怎么样 当然有既有性了 dV就是dx dy dz 显然有对称性 这一项 G函数 我们这个球当然 上下左右前后都对称 关于x走 y都是一路都是对称的 所以这一项接风不要接了 对吧 以x方向正向和反向 那两半球体上就出来是 大小相等 符号相反 所以零 这项没有了 当然这个时候常数也非常好 常数接风怎么样 只要常数乘上这个接风区域的体界 球的体界 大家早就知道了 也就这一项也解决了 只剩下这一项 当然这一项难不难 当然不难 对吧 硬做行吗 当然可以 对吧 那这个接风如果我们硬做的话 那就是刚才我们说了 0到2π谁 dc他 0到π谁 d5 0到大2 谁 罗 里边这项没了 只有他了 他是谁 他是 A方 乘上球面积 那咱们待会写 只剩他 他是谁 罗平方 x 对吧 大家记得吧 罗 sin phi 那么sin phi平方 cos phi cos theta cos theta平方 这个就是x平方 还有谁 还有 加科比行列是 好 最后 d 罗 那当然了 你说这个接风 有多大困难吧 应该说没有多大困难 对吧 所有部分接风都是 都是可以独立出来接风的 这个也可以做接风 这也可以做 每线都可以做 对吧 还有这个A方 A方是A方 乘上球面积不就完了吗 球面积多少 4分之4 πr立方 没错吧 好 那么我们来做一做 做一做看 怎么样到底 请注意 每一份都是独立的 每一份都是独立的 那么先算 罗几次方呢 平方四次方 所以五分之四 五分之四 罗变成五次方了 好 R五次方 五分之一 我这个 这个是 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这个四呢 什么意思呢 请注意 因为这个接风 π是从 这个是从0到2π 那么当然 这些函数 请注意了 这些函数 θ 在四个向线 显然是 接风是相等的 所以咱们就把它 四倍的 这个变成 0到二分之π Cosin平方 θ dθ 为什么变成 0到二分之π 还好一点呢 不要接风了 有公式的 记得吧 好 还有呢 Sin5 三次 0到π 三次 0到π 那么当然 我们如果 希望避免 这个 希望避免 这种 就要 三次方 这个函数 接风 如果是 0到二分之π 是很好的 对吧 0到π呢 请注意 Sin这个函数 在0到π 和0到二分之π 二分之π 到π 这两部分 我们以前讲过 它是 完全像 是 也就是说 Sin θ 如果是 Fsinθ 这个函数 在0到π 接风的话呢 我们可以 写称 0到二分之π 两倍的 这个接风 因为 在0到二分之π 和二分之π 这个函数呢 这两部分 只是 完全相等 只是对称的 或者说 好 那么就是 编辑成 两倍的 0到二分之π 那这是 Sin 三次方 π Defi 这个地方 当然又来 两倍的 五分之八了 后面是 三分之四 A方 π R三次方 那么好 这个接风 最后是 这俩都很容易了 这个呢 是 我们知道 Sin和Cosin 这个三角函数 在0到二次π 做接风的 我们可以直接用公式了 好 这个是 二分之一 还有什么 二分之π 记得吧 这一项呢 三分之二 行了 就三分之二了 最后加上 三分之四 A方 πR三方 最后 第一项是 五分之四 对吧 这约掉一个 五分之四 十五分之四 十五分之四 πR五次方 加上 三分之四 A方 πR三方 好 这样就行了 这就行了 反正就这样做了 但是这道题呢 当然在这儿 这个函数相对说起来 虽然有点复杂 但接风线很好 所以做的过程当中 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麻烦 但这道题如果 我们能不能还 再想一点办法 使它变得更简单呢 就是利用对称性 咱们不已经利用了吗 这就是我以前也讲过 对称性在多重函数的 多重接风里边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时候不仅包括我们要利用区域的对称性 利用函数的既有性 还有函数的本身的叫能换对称性 这个对称性有的时候 还要我们自己去制造 什么意思 比如这个题 当然上面这是一种做法 就当然没什么了 但是我们就想了 这个地方最后出来是 这个接风这一下没了 只有所要接的就是x平方 x平方这个函数 也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看 另外一个方法 我们刚才已经明白了 这个接风式 其实没有什么 就是x平方 dx dy dz 加上a乘上三分之四 a方ir三次方 就这么一个接风 那么这是r平方 我们就想了 这个地方如果是x平方加y平方加11方就好了 因为是x平方加y加11方 它就表达是就特简单了 就是r平方 没错吧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看很多人都点头了 就是这个地方是x平方 咱们可以把它变成x平方加y平方加11方 怎么变 对这个同学的一切做得很清楚了 你把这个地方乘三 当然乘三还要除三 你不是说乘三就完了 还得除三 分子上就变成三个x平方 三个x平方请注意 xyc在这个接风区域上是完全对称的 你对x平方接风 接出来是这些 对y平方接风接出来也是这些 对11平方接风接出来也是这些 所以这个x平方我可以换成y平方 也可以换成c平方 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了 刚才这个同学说得非常好 三 这本来是三个x平方 没错吧 你这风区里边 xyz完全处于对称的位置 所以如果我把x平方换成y平方怎么样 结果应该一样 x平方换成c平方应该一样 好 咱们就把这儿x平方换掉一个 变成y平方 再换掉一个 变成c平方 那就好了 为什么好了 这个下面再用球面坐标 做简单 那就不用做了 简单 太容易了 三分之一 0到2π dθ 0到π dθ 0到r 里边 螺平方 螺平方 sine phi d 螺 完了 这样就当然 比原来上面那个 我们恐怕很快 一步可以就写出结论了 要简单的多了 最后的答案是 后面没有θ的 所以就是三分之2π 就是θ这部分 后面切出来的常数乘2π就行了 螺丝四次方 螺丝四次方 底落 五分之r五次方 sine的原凡数 负 cos 在零点带进去 在π这点带进去 正好是2 完了 加上下面这个三分之4πA方R三次方 你看这正好不是15分之4πR五次方 一模一样 但是怎么样 显然方便得多了 当然这个题 也不容易错 也还简单 但是这种题呢 有的时候 减少你的 做题的时间 和提高准确性来说 显然这样的要方便多 fx在x0可导 且f0等于0 求极限 这样一个题 这个题呢 当然是个求极限的题目 但是当然又是 又涉及界分了 那么求极限的题目呢 我们知道 如果涉及界分的话 如果在一元函数里边 我们曾经知道 如果分子上有界分 分母呢 是个有变 有这个一个变量的话 通常我们需要把这个 界分去掉 界分去掉呢 有大概两个方法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吧 一种呢 如果分子上是 这个是个变上线界分 那比较好办 可能要用罗比达法则 把变上线界分的界分线怎么样 通过罗比达法则 去掉这个界分形式了 第二种呢 叙界方法怎么去 界分中日定理 对吧 界分中日定理最后 界分好没有了 所以这是两个方法 但是在变换以前 请注意 由于背极函数 具有这种形式 我们很容易猜想 这个地方用一下 求作为要变换的 背极函数的形式 会简单一点 另外这个Omega呢 请注意 正好是个球域 X平方加Y平方 小于等于T平方 是半径等于T的球域 所以这个形式 就提示我们了 这个题啊 恐怕 今天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接分形式 把它变成 球坐标 球面坐标 可能会做起来挺方便的 好 那么所以我们 这个题 我们首先考虑 根据背极函数的形式 和这封区域的形式 我们首先把这个东西 Omega 这个F 根号下X平方 加Y平方 加C平方 这个形式 把它写成球面坐标 那当然很容易了 马上就可以 又是老办法 既然是这个球 球域 而且是半径等于T的球 那么接分 很简单了 0到2π 谁 θ φ 0到π dφ 螺 0到T 半径 0到T 完了 对吧 这一下就解决了 接分线很简单 背极函数F X平方加T平方 正好就是螺平方 开放 开放 F螺 后边 好 螺平方 φ sineφ d 螺 没错吧 好 这样一来以后 请注意了 这个题 所谓这样一变换 你就变得比较简单了 首先 首先你看 对T 对这个螺接风 F螺 螺平方 接风 是变上线接风 0到T 这个接风 毫无疑问 这个接风是最后 由于F是个抽象函数 没有给你是什么形式 就是F 所以这个变上线接风 是不可能接出一个函数 初等函数形式 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 这是一部分是不可能接出来 但是sineφ 请注意 这里面没有 跟螺有关系里面 没有φ 所以这个sineφ 可以独立地拿出去 sineφ 接风 那么这个呢 θ的后面也没有θ 也是后面接风接出来 是和θ无关的 所以 这样是一个 与θ无关的常数 所以最后接风 对θ接风的时候 就是2π乘这个常数就完了 所以马上就得到第一 这个 对θ的接风 可以 你做出来以后 我乘这个2π就完了 这个φ 后边没有φ 只有这个sineφ 去接风 sineφ的接风是 负的cosφ 负的cosφ 把π0分别带进去 那就乘2 也完了 这一部分 0到t f锣 锣平方 底锣 这是去不掉的 那就是这个 是最后一部分 那么这样一来 有什么好处呢 原来的是接风 马上变得简单了 t的四次方分之一 三重接风 omega 里面是f 根号下x平方 加y平方 加c平方 dx dy dz 那就换掉了 根据我们这个变换 t取0 t四次方 4π常数 4π常数 0到t 0到t f锣 锣平方 底锣 现在 很显然 用锣比达法则 分子分母求导数 一球 一球 四π 我们是常数 不管它 变上限接风求导数 倍极函数 里面的接风变量 换成上限变量 就行了 ft t平方 d 没有 接风没了 t四次方 求导数 4t三次方 t平方 下面还有个t 4 约掉 最后变成谁 变成π 接风 接风号 极限号 极限号 t取0 好 下面一步 请注意 下面一步怎么办 πs常数 4和4约掉了 下面有个t 上面是个t平方 还有个ft 下面怎么办 t减0 这同学其实说得很好的 他说得很好 有很多同学做到这一步 有很多同学会继续用 罗比达法则 有没有人在这样想 我下面用罗比达法则 那么好 对t用罗比达法则 下面就是1 上面就是f一撇t 然后求极限t等于0 往里一带 不就完了吗 行了 很多的 如果真的做这样的题 这样做的同学是比例极高的 比例极高的 你想一想 你会不会这样做 你很可能这样做 但这样做怎么样 错了 这个题 他说f在x0可导 他没说 有导数且导数连续 他没给这个条件 那也就只有f在x等于0这一点可导 在其他点可导不可导 不知道 那你怎么用呢 其他点 这个f一撇t你就得不到 其实f一撇t有 你又怎么知道f一撇t是连续的呢 只有连续咱们才能把这一点的值带到求极限的结果里边去 才能 才能 对吧 极限值就是函数值 这里边有两个问题 所以一定要小心 是不行的 怎么样 刚才一个同学说的很好 怎么办 i 对吧 t去0 下面来一个t减0 减0没关系 上面来个ft怎么样 减f0 也没问题 为什么f0是0 ft除t 就是ft减f0 除以t减0 这就行了 这什么东西 导数的定义 所以就等于 i 哪一点的导数 0点的导数 所以这种地方 当然是一种带有很细微的地方 但是学习维基分 要注意这些地方 也是条件 题目里给你什么条件 有的时候条件不能满足 你用某些定理的时候 你就要想一想 我怎么样来获得结论 下面一个小题 我估计有相当多的东西 能够自己就能明白 怎么来做这道题 去x平方比a方 加y平方比b方 加c平方比c方 小于等于1 妥求 密度函数 m等于c加1 叫你求这个物体的质量 直接做什么样 那当然如果用 这用球面坐标 如果用球面坐标 那显然不方便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几合体变成什么形状 变成一个 不简单 写起来 如果是x等于 对吧 罗 sine phi cos c 就是球坐标的话 那这个 带到这里边去 这个球面变成什么样子了 对吧 就是最后 那个形式相当复杂 这个曲面相当复杂 对吧 曲面相当复杂 我们可以试试看 变成谁 显然是 罗平方 这两个平 而且 请注意 罗平方大家都有的 可以提出来 这个下面是a方 是他的平方 这个地方 y带进去 这是b方 然后他带进去 小1等于1 那这个几何体意 如果是要做的话 能不能做 当然是可以做的 当然可以做的 在这个椭圆体里 椭圆椭球体里边呢 θ什么样 显而易见 θ还是从0到2π的 各个方向还是同样的 没有变化 对θ而言 各个方向相同的 对φ而言也没有变化 0到π 但是罗怎么样 罗是个 就是最后 最后罗到什么位置了 罗到哪个位置 从0到那个椭球面了 面是它 等于1 就是面 那么这个东西怎么写呢 如果要写成 罗的等于什么东西 罗就等于 这个括弧 开放 罗就这个了 那这个东西放在 这个接风号上面 罗从0接到这个根号 在里边下面这一堆 那谁受得了 对吧 那太复杂了 当然了 也不是不能做 就很繁琐了 看起来很繁琐 那我们当然一看就知道 我们希望怎么样 把椭球变成普通的球 那么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了 当然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直接你就 那个球面坐标 你就那个变换 里边就做一下改变 就在这个地方 我这儿放个A 这儿放个B 这儿放个C 就是我们不原来 有个球面坐标 球坐标变换吗 把直角坐标变成球面坐标 现在我在这儿放个A 这儿放个B 这儿放个C 那最后怎么样 那最后显而易见 这样一来 这个椭球面 最后在这个变换下面 就变成了螺平方 小于等于1了 那个面就是螺等于1了 非常好了 对吧 这是一种方法 那么如果这样做的话 会怎么样 最后在加克比行列 事实上会出现一点 跟原来就不一样了 但是应该说问题不大 为什么 因为三行 三行每一行都是XYZ 对一个变量求导数 你这个ABC就是常数 那这个第一行里边有ABC 第二行也多ABC 第一行有ABC 第一类里边的A提出来 行列室的性质 第二类里边那个B提出来 第三类里边那个C提出来 它就多ABC 不就完了吗 对吧 很简单 还有一种做法 走两步 我先不用球坐标变换 先做一次变换怎么样 先把这个 把这个 X平方 比A方 Y平方 比B方 C平方 比C方 变成一个标准形式的方程 变成一个普通的球面方程 球方程 那怎么样 那就比如说 我为了要把这个A乘U Y等于B乘V C等于C乘W 则Omega成为变掉了 x 等于 a 乘 u 那就是 u 方了 第二个 v 方了 第三个 w 平方了 小一等于 e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接风 原来这个接风 密度 这个索求质量 索求质量 m 等于谁呢 三重积分 Omega 原来应该是 mu mu 是谁 c 平方 加 1 密度乘上 dx dy dt 这就是三重积分的物理意义 物理意义 对吧 dx dy dz 然后别忘了 我现在觉得不太好 如果在这个Omega上 是个妥球接风 不大好 咱们把它换掉 换成谁 用这个三重接风 用这个变量再换以后 变好了 变成U平方加V平方加W平方小于等于1 变成一个标准的单位球了 很好 这里边没什么 C平方W平方加1 没错吧 dx dy dz 要换掉了 dx dy dz 那太容易了 那个三接行列是 加科比行列是 怎么样 这三个东西先对有求导数 那只有这儿有个A 这是0 对吧 这科比行列是 一个三接行列是 x对 第一个对变量有求 y对有求 c对有求 只有A 0 0 第二行 大家对V求 0 B 0 第三行 大家对W求 0 0 C 2 出来 A B C 停了 下面怎么办 下面怎么办 常数太好接分了 对吧 A B C 这个常数咱们就 A B C拿出去了 这个一接分 多少 三分之四 I 单位边长是 A A的那方不要写了 还剩下 写慢一点 U平方 V平方 加W平方 小于等于A C写到前面去 C平方 里边是W平方 怎么办 跟上面那T一样的 对吧 什么球面坐标 咱们不用了 上一题不讲 一个方法 当然最后是用的 跟上一个 前面那题一样 你不又出来 这玩意吗 等下的 对W平方 对U平方 一样的 那就是 除以三 乘以三 好 除以三 上面变出谁 W平方 加 U平方 加V平方 DU DV DW 也又是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好 整个结封又大会简化了 又是老办法了 好 下面ABC 三分之三分之四π加上三分之四平方 下面这一步就要用球面坐标了 怎么样 不过所不同的是 对W UV 这三个变量用球面坐标 换成球面坐标 不是XYZ换 是UV W换 换好以后 那当然很简单了 那就变成 0到2π Dθ 0到π Dφ 0到1 里面 螺平方 后来又来个螺平方 变成螺四方 Signphi DRAW 这样一来 你看整个结封非常简单了 外面就多了ABC 对吧 里面的三分之四π 加上三分之四一方 这个是独立结封结封结出来是两π 跟后面没关系 这个Signphi结出来是2 这个结出来是五分之一 看 三分之四π加上十五分之四π 当然 这个显然是简单的多了 菜 vib DIRECTOR 优优独播剧名 受优独播剧名 优独播剧入